这是厦门古浪雨的早晨 放眼望去四周围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景象 春天的古浪雨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海岛 却已经到处盛开着各种各样奇异的花朵 我们从大老远的地方来到了古浪雨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小岛上住了一晚 一大早就被小岛上四处清脆的鸟鸣声吵醒了 这是昨晚住宿的酒店附近 这里是一所学校 现在时间还早 估计学生们都还没来上课呢 在安静的小岛上随处走走 一步一景让我发现好多美妙的花朵 它们都是属于世界著名的古浪雨的花朵 你看这种一撮一撮向下垂挂着盛开的花朵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的非常令人好奇 厦门古浪雨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类型 四季分明 温暖湿润 季风发达 光热条件优越 年平均温度为21.2摄氏度 适宜的气候 让这里的植物生长得非常旺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这里就好像是一个仙境一样 不时地呈现出各种各样奇花异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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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可以让阳光照耀着花朵的笑脸 这古浪语的花朵真的是非常特别啊 这是非常罕见的金色曼陀罗花 据说这种植物全身都是有毒性的 它的种子 果实 叶子 花朵都有毒 不过有毒的花朵反而长得特别的漂亮 真是奇妙的大自然 这里的早晨非常的安静 没有城市里嘈杂的人声 四周围除了我自己偶尔踩在落叶上发出的声音 耳边可以听见的就是各种美妙的鸟鸣声 著名的厦门古浪语 它的一草一木都散发着大自然美妙的气息